说起刘晓庆,大家肯定对她是抱有敬畏之心了,因为刘晓庆在中国娱乐圈作为一个演员,为娱乐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如果说她在当时火到了什么程度的话,她曾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合过赵呢? 由此可见刘晓庆在当年的娱乐圈里面有着很高的地位了。 不过最近的刘晓庆也是出席了一个活动,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刘晓庆在这次活动上出席了,雪酒不见的她竟然在这次活动上穿开了西服,并且是蓝色的。 这在现在是很罕见的,因为刘晓庆如今已经62岁了,虽然年龄在那傍着,但是她却是一点都不显得老气。 穿上蓝色西服的她竟然人格的魅力,可以说刘晓庆虽然62岁了,但是她不败男的性格我们大家还是知道的。 不过她敢于把自己的真实容颜留给观众,这也是很难得的了。 虽然刘晓庆穿上了蓝色西装,被很多观众们纷纷吐槽。 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,她穿上这深深蓝色西装后,显得很时尚了。 作为时尚界的标榜,我们的刘晓庆女神,总是出其不意的给大家一个惊喜。 想来这也是她给我们大家的一个惊喜了。 从她的穿着上来看,刘晓庆的心态完全不老,而且在当年,她可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女神呢。 虽然那几年传出来那她引退的消息,但是她如今仍然气质不减当年啊。 有网友说,追求对自己的完美是人的天性,漂亮,料理也是一道风景线啊。 更有的网友说,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年轻漂亮呢,这不是很正常的吗? 而文妹想说,刘晓庆就像是一个好心态的女人花,人家本身天生丽质,老了也美。 刘晓庆这身穿得很得体,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啊。 关于刘晓庆我们大家也是知道的,一直被人称为逗铃美女的她,在娱乐圈一直都是以前被的身份低调存在着的。 刘晓庆终于不伴了,却穿出了62岁女人最美的样子。 她出席的这次活动,穿的蓝西装令网友大开眼界。 62岁的她气质,依旧不减当年啊。 对此,你对刘晓庆有个看法,欢迎评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